你们说一个喜欢说谎的人 他的话能行吗 你在这房间导规找啥 我找个东西 今天导规是6号了 你还不跟他打电话 我那天才给他打电话的 他说等个两三天 他说等两三天 这马上到月底了 他是不是要说到 等到6月1号 我当时看你咋办 你快点现在给他打电话 你不要等到月底 当时我看你 当时去找哪个要 你说今天这个要挣钱了 两个人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才给他打电话 你只有那十五天就到月底了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我们因为那个工程款的事情 我看以前也有很多朋友都在问 其实这两个事情 我们已经解决好了 就是那个盘酒厨 其实已经下来了 就盘给我们刚刚打电话的那个人 现在我们最主要的是 就是想让他还一小部分哈 就是灯狗还别人的钱 我们想让他 给了我们让灯狗还别人的钱 然后祈祷我们的钱 我们后面再给他说 就问他一个时间 好就跟 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你每次是要个钱 就像你欠别人的钱呀 要搞清楚是他欠你的钱 不是你欠他的钱 你是不是还相信他嘛 你觉得他的话你能相信几分 两分 你还笑得出来 相信他也好 不相信他也好 我现在都不打管你了 你自己看 我生病倒没好 你出汤我都要陪你去 那是为了啥子嘛 不就为增钱嘛 你看你嘛 你问他要个钱哦 对你那个面子就放不下来 也还在讲啥子这人情 你就讲嘛 那时候你别哭就行了 我现在也天天在给他发微信 在给他讲 他现在也有这个承诺的 他说这次一定要了 现在跟我解决的 他一承他承诺的 他天天是今天明天后天外天 一天拖一天 结果呢一分钱给你们了 承诺 承了好多年了 七八年了 赶一分钱都没给你哦 你还得相信他的承诺 我这次再最后一次相信他 我当时候拿不到钱怎么办 直接跟他说 如果他再不给我们打钱的话 当时候直接到他那边去教他 而且我跟你说我要曝光他 把他的名字 所有的身份全部都曝出来 就不像现在这样了 还说他 我不瞒 我不瞒大家说 登哥这个性格啊 真的是我无语了 他问别人要个钱 就像他欠了别人的钱一样 而不是别人欠他的钱 他每次打个电话都是喜声喜语 他这个样子怎么拿到钱嘛 我最后给你放句话 你的事我不得管了 你到时候拿不拿得到手 我也不得管 你没管我没提醒你哈 我登哥这个事情 我真的是着急的不得你啊 晚上口睡的时候不错 他感觉还没得那回事 一点都不着急 你们说一个喜欢说谎的人 他的话能行吗 我们下期再见